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準時收看我們華爾街雙響炮 那麼其實我們的一些觀眾朋友 有些人把酒真的做來的 他那天跟我講說 你們那個忠貞老師聽起來 紅聲、紅聲 大家特別跟我講關心老師 他說對了,他就感冒了 今天還有感冒 感覺還不好 其實我們感冒這個小病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你多少都會 但是感冒一定要去找醫生 那你找醫生 其實像老江多年的一個經驗 你如果去看醫生 他開的藥 你吃兩劑 那個症狀都沒有減緩 大概你都不用再吃了 因為接了下去大概也就沒效了 沒錯 所以我們在說 如果有什麼破壞就對了 對症下藥 對 對症下藥 你一劑兩劑都知道了 對不對 一次兩次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有效嗎 對不對 其實這股票市場也是這樣 你跟一個老師 你跟他一天兩天 你就知道 這個老師有實力嗎 沒有實力 有辦法帶你探心 對不對 不用太久 三天兩天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有大理 我的實力這麼好 其實我沒免得在這邊跟大家講 都這麼準 我們就有大理要送給大家 到底是什麼大理 我們先請中正老師跟我講說 你雖然還是感冒 辛苦一點 還是幫我們解個盤 辛苦是不會 那這個大理你等一下看完就知道了 那 講真的 剛剛江老師講得很好 能不能讓你賺錢其實不用太久 就算短短的時間一樣可以讓你大賺 那更何況我們 怎麼做股票的 都節目上面就直接跟你講得一清二楚啊 全市場最多公開操作是誰 就是我們嘛 我們全部做給你看啊 那你看喔 宏達電來 我就問你一句話啦 宏達電 今天有利多喔 然後呢 最高拉到283喔 那你今天有沒有去追283 然後呢 今天買的是不是全部套勞 那觀眾朋友要怎麼做啦 我就簡單問你一句話啦 你宏達電現在還套勞的 挺好喔 你宏達電這一段你還都沒有賺 現在還套勞的 我就問你嘛 你打算要怎樣啦 後頭 跟其理想不然 如果再往下跌怎麼辦 觀眾朋友測票上面告訴你喔 股票市場有一句話 叫做利空不跌必大漲 同樣反過來 利多不漲會怎麼樣 這個我們就不用多講 所以觀眾朋友你現在還是套勞的怎麼辦 我就已經跟你講架差操作 就是答案 這一路以來我給你看一下喔 為什麼我會說你套勞的怎麼辦 你看這一邊 我給你看這個線型 你看這怎麼辦 導播照近一點 照這一根線 高點都沒過怎麼辦 高點都沒過喔 高點都沒過 每次都留上影線 怎麼辦 那當然今天晚上有來參加我們演講的 你都有答案啦 可是因為我們只辦台北廠 沒錯 所以呢你現在還在家裡看電視 一定是你沒辦法來 那觀眾朋友你沒辦法來 你就永遠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我剛剛問你啦 你還是套勞的你怎麼辦嗎 幹嘛沒有頭 那我幫不了你啊 那同樣的我跟你講說 宏達電我們怎麼做 你都很清楚 那包括測票上面我也直接告訴你 我們公開操作給你看的聯發科呢 觀眾朋友聯發科你看 聯發科2月21號我就告訴你 我說我們即將進場 因為它是28奈米的受惠股 然後呢我告訴你什麼 我說我畫未來的五日均線給你看 當時喔2月21號我畫的未來 我說會先走平再上揚 那你今天看到聯發科的走勢 你今天看到聯發科的K線 來觀眾朋友 我們先看K線你就知道多厲害 來 導播照近一點 五日均線喔 是不是就像我畫的先走平再上揚 2月21號跟你預告的未來 公開做給你看 不來賺 所以各位朋友其實你看喔 那當然除了告訴你未來之外 也把操作面公開給你啊 觀眾朋友昨天的聯發科是跌的喔 來 2月26號 聯發科有沒有跌很深 欸收最低耶 收在330耶 我說什麼 測標上面明明白白告訴你 叫做拉回怎麼樣 再加碼 觀眾朋友你不要說投資節目那一種 跌了不敢講的老師 就落差了欸 你不要講那一種沒關係 你就講說 跌的時候有誰敢去買 這樣就好了啊 跌的時候誰不只敢買 電視上公開跟你講 我敢買 為什麼我敢帶會員買 簡單講 我就已經看得懂未來了 我就知道後面要怎麼走了 跌下來為什麼不敢買 會員可以賺更多啊 買的證據在這一邊 這都發出去收不回來了啦 拍謝 聯發科2月26號 10點27分 手中無聯發科持股者 可定價多少布局基本持股 這絕對成交啦 絕對成交 那你看喔跌了敢買 公開操作給你看 是不是就好像一個醫生 你去看他 然後呢他給你摺媚 肉麥 說你早上喝了咖啡 不要再喝咖啡了 是不是料事如神 像這種醫生 你一定去拜託去看他嘛 就算你要排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還是要去看 你還是要去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準嘛 對 因為你如果說 你去看那個不準的 對 可能馬上可以給你看 對 但是就沒效啊 你又搞不好要到命儲怎麼辦 不要說命儲 你可能要一直吃一直吃都沒有效 吃了沒有用啦 沒錯沒錯 然後生病也沒有好 對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喔 公開跟你講來2月27號 漲啊 不就是漲嗎 拉回再加碼再賺 觀眾朋友 聯發科啊 已經不是做第一趟了 聯發科我們每次300附近買 全部大賺 你看 之前李洋看空啊 303 306 我們全部加碼啊 這一根紅黑棒隔天出場嘛 350以上輕鬆賣啊 一個波段賺他50塊 啊 同樣的啊 我就告訴你 我們準備進場 準備大漲 這三天是不是漲給你看 五日軍線 是不是像我畫的一樣 就是往上 一個老師可以跟你預告未來 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知道未來 你會賺錢還是會了錢 絕對大賺 所以觀眾朋友 今天你現在如果還在看我們的節目 表示你沒有來我們演講 那為了 因為很抱歉 沒有辦法去中南部 為了補償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所以剛剛江老師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說我們有最大的禮物要給你 你看到我們公開操作 講的東西全部命中 你就知道跟著我們一定大賺 所以觀眾朋友 我說會帶你賺錢有資料 沒有資料 不用三個月 不用兩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你就看得到 所以很簡單來 今天要給你什麼大禮 我們要減少你的負擔 讓你跟著我們的門檻最低 所以短天期一個月 一路發就是讓你一路發 一路發到底 對一路發到底 那我們就好人做到底 你今天既然沒有辦法來參加我們演講 你不希望錯過後面 包括二八標股 沒錯 包括聯發科的掌勢 波段起掌轉折點你想抓住的 等一下廣告當中的電話 歡迎你利用 那當然你手中套勞宏達店 你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 聽我這樣講好像蠻恐怖的 等一下廣告當中的電話 我說過 帶你趨吉避凶 帶你聯發科大賺 二八標股大賺 短天的時間就夠了 不用太長 短天期一六八 有興趣的 等一下廣告當中的電話 歡迎利用 廣告回來 欸 重點來了 這個二八標股 後面應該要怎麼看 你應該要怎麼賺 廣告回來告訴你 我們先進廣告 這裡 影響 是也 無邊 心境無界 版图再大 为家无家 台湾桃园 无垠江山 大无疆 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股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创造高倍速的获利 林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股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晋军 亚洲投股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股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股 亚洲投股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台光牌照明 高功率因数95% 全系列LED产品灯泡系列 台光牌LED产品灯具系列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向创业 青年创业启动金 带给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幸福会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今天的二八标股走势是 让可能让你有点担心 但是没关系 总代理要讲话了 赶快请总代理 好的 那么其实看到今天的二八标股 很多人很害怕 我是很高兴的 我好高兴 我说觉得说 我很怕说我们演讲之后 要带你去买的股票都涨上去 其实他每一次的回答 都是酝酿你 很好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来讲说 今天的二八标股 是怎么会比较厉害 大家说哇台积电 来 二八标股的龙头 说他一定都要去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即时新闻 他跟你讲说什么 他的阿特拉的订单被抢了 结果他跟你讲说 他的伙伴关系很好 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股价会说话 如果说一支股票 他是利空利多 你不知道啊 法人绝对知道 公司一定知道 如果他真的有利空出来 他股价一定大跌 如果说他有利空出来 他的股价是不跌还涨 会买盘你看看哦 一万五千六百控市场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跟刚宏达电视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做利空不跌必大涨 那么如果说二八标股 的龙头股票 就没劳了 其他你是在怕什么 其实啊 从十二月一号以来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 二八六零标股 跟大家讲说怎么样 选对标股你才会大赚 从去年的十二月一号 我们就在那边 一路一路就跟大家讲什么 二八标股 二八标股 你给他看 我们一路在这边讲的啊 这些股票有用啊 没用 股票啊 他有涨上去啊 你才会有机会赚钱啊 你如果说你买的股票 如果说你买的股票 都会充不充 都在那一路一路这样 你又有更大的股票 你就没贪到钱了 为什么 没活动嘛 像这样的股票 你看看一路这样涨上来 这一个就酝酿你赚大钱的机会嘛 然后这支股票在什么时候 十月二十三号 我就跟你说过了 十二月十三号起涨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 代号三一三一的红数 一路涨一路涨 我们一路加码 你给他看啊 从新春我们开红板之后啊 几乎每天每天每天都在涨 而且我们讲给你讲的股票啊 不是只有跟你讲说他涨啊 我们都会把他的基本面跟他讲 为什么他会这么讲 你给他看啊 他一月份就赚了多少 就赚了三块七 现在观众朋友 一五月就赚三块七 你去那时候目前上市贵公司 加起来要一千四百 大概一千四百档股票啊 有对一支股票才用 那如果说他赚最多 他的股价应该不是股王 就是股后啊 不是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吗 现在的股王大力光不是八百块吗 那他赚最多 然后呢股本最低 股本只有2.4亿啊 赚最多成长最大股本最低 你觉得他的股价应该在哪里 我不用去预测啊 你自己去想嘛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上 我们跟大家 我们就给我们会一个什么样 我们跟你讲说 红硕啊 3131今天是分盘交易的第二天 今天的拉回 属于技术现行上的一个修正 为什么不是 如果基本面出问题 我就不在这里来说 基本面出问题了嘛 如果他的业绩从此要衰退 这个在这边跟你讲 没搞过 那如果说 为什么跟你讲说 他是技术现行的修正 我们跟你讲嘛 因为他的龙头啊 他的老大哥啊 有没有 台积电是不跌还涨嘛 所以说 至于技术现行的修正 我们持股都在大股获利中 等到 什么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加码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我们要加码 这就是你贪大钱的机会啊 这个是你赚大钱的机会哦 其实我们在跟你讲的二八标股 一路以来啊 你给他看每一档股票啊 这个股票是怎么去 这样涨 你再给他看啊 股票是这样涨 哎 亲爱的观众民友 你如果有这关国门 你觉得很高兴的嘛 为什么股票都在涨嘛 股票涨多的回档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啦 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股票涨多 不回档 不跌停板 那个你才要怕啊 政府机会也许觉得 它涨太多 要给它稍微怎么样 呼吁大家理性啦 但是要怎么 基本民用就是用 基本面没有办法一时半刻 它就会去做改变 我们跟最近跟大家讲的股票 先来观众朋友 你给他看每一档股票都是这样啊 这个难道不是你要赚的股票吗 每一档股票都是这样 你再给他看啊 我们跟你讲的二八标股 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们跟你讲的二八标股 有没有很标 你给他看啊 大家都知道 你给他看 买了之后一个涨停板 还是也是这样啊 每一档股票就是会穿 每一档股票就是会标 为什么 因为都跟二八奈米有关系 也许很多人说 老师一档股票在中间担担住呢 人家台积电这边啊 你给他看啊 他也跟你讲啊 他跟你讲说怎么样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基本的基本面啊 他跟你讲说怎么样 他跟他的伙伴关系稳固啊 然后外资跟你讲什么样 台积电重挫外资之后 快早买点啦 听来观众朋友 所以说很多股票涨多拉回 你不用怕 为什么你不用怕 你要去想的就是说 他还有没有机会啊 我们跟你讲 二八标股在这里 你看 这边在二月二十号就跟你讲了 然后呢 你给他看 三零零六 有没有 金豪科 每支股票 每支股票就是这样涨 那如果说你 你 金豪科 你没有那个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演讲 我们今天在演讲会场有送出这一个啊 来看一下二八奈米相关概念股 你稍微看看 你如果说你记得起来 你要去记 你就去记也没关系 我们把它是从工程 然后呢 他做他的设备 然后做他的耗材 做他的下游 还有一个很大的下游 我没有列出来 是IC设计的相关股票啦 那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才要布局的股票 因为你现在怎么 只有这些设备钩票就去不了啊 你从这个设备里面的股票去找啊 你就可以找很多了 那么这一些股票啊 其实啊 他不是 这一些股票在涨的过程 不是没有机会给你啊 你看他这边有回档啊 你看他这边一路创新高啊 我们要给你的股票叫什么 叫做一路会创新高的股票嘛 我们要给你的股票就是怎么样 你给他看哦 就是 一个月赚三块七 一个月的三块七 如果你给他乘以三的话哦 那一记赚多少 一记就一个股本了 一个记就一个股本嘛 那一记一个股本比什么 比目前你所知道的 可能跟大力光不相上下啊 四个记就四个股本嘛 对啊 可能跟这个 比TPK搞不好你比TPK还要好 跟大力光不相上下 大力光是八字头呢 真的观众朋友 TPK是五字头呢 那有那个股票哦 去年全年啦 赚15块的 15块 要得四字头啊 你想看看赚最多 然后呢 赚最多 成长最高 因为他去年赚十五块嘛 今年要大幅度成长嘛 成长最多然后股本最低的 他拉回你要做到什么动作 你自己去想 如果说他有一次啊 再像这样再标一波的话 你要不要赚 现在观众朋友 你去想 你要贪吗 所以说这28标股 我就跟大家讲了 今年业绩成长最大最多的 就是28标股概念股 因为台积电90亿美元的一个基本 资本支出 因为台积电一直接到订单 因为VV ratio持续往上再成长 所以基本上一点问题就没有 你一点就不用怕 重点是什么 他如果有机会拉回啊 哪一天你要赶快进去买啊 哪一天你要把你手中不好的股票啊 你要赶快把它换掉啊 你如果是想说我的股票就是这样标 你给他看啊 我要的股票就是这样标 我要的股票就是买进去 然后piu掌停板 你一定要赶快来找我们 因为怎么样 因为礼拜五啊 三月份的第一天啊 我们就会让你享受到怎么样 礼拜五我们也是一样有股票 我们已经选好了啦 这个股票啦 老师现在买什么股票 说我不知道都不是这样 我们已经选好了 这个股票我们一进去就是要 就是要涨 就是要让你探 重点是怎么样 你要赶快把它准备好啊 你看看为什么我们把资料准备这么齐全 28奈米相关概念股 都准备好了啊 重点是怎么样 在这个28奈米股热入了 大家在买的过程里面 你敢不敢赚 你想不想赚啊 就如同我刚刚开始我所讲的 我也是同样 有实力没有实力 给你赚钱 你赚一次就知道了 你赚两次两个股票 老师我就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就不用做了 所以说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如果说在礼拜三 你就没参加到我的演讲 你还很想要赚钱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就在北部办啦 中南部我们没有去啦 所以说为了要弥补大家啊 今天如果说你入会了 我这一张啊 同样都会送给你 这张啊 都会送给大家 除了这一个之外啊 因为哦 要让你大家修法院有实力没有啦 因为我们有实力 不敢不怕让人家去寺廟 啊大家股票买下去就啪 每天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啊 还是你要去说 老师我要抱住我手中不会涨的股票 苦手含鸟18年也是不去啊 你还是继续要这样 这个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要 因为老师我的肩膀就在中南部 我就没来没去参加你的演讲 有些可能在北部的我临时有事情 也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特别给你一个什么样 168短天期 一个月给你168啦 一句话做阿杀里 那么今天是2月27号 明天是228 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啊 我们在这228心情都感到有一些沉重 所以说在每一年的228的这一天啊 我都会送出一份礼物 我希望每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份没有很多 重点是说我们台湾人我们受尽了很多苦难 我们现在在股票市场我们可以享受得到我们要去照顾大家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的节目的时候第一个入会的你听清楚我只有给这一份礼物 第一个而且只有给一份我会把我的手机给你 我要给你咕咕等等啦 不是只有短天期而已 我又要给你咕咕等等 但是每一年每一年啊 只有在2月28号这一天 我有送这个礼物 我要给你做一四人的朋友 如果观众朋友 我说这样你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短天期168 再加上如果说你是第一个入会的 我们做一四人的朋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店城上再造一座园 繁华都心船市大宅 露天温泉养生会所 玉石建筑 东方圆岭 捷运七张站 新店家乐府名人像 汤全CBD 玉上圆 2918-8811 台积店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股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创造高倍速的获利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股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投股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股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股 亚洲投股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 扩大营业 扩大招募 纯真分析师 分析师助理 储备干部 展业人才 素博烈材专线 02-2579-5659 2579-5659 张总监 奇怪 都要吃 我都没有洗 那原来 那洗就洗不掉 钱就像在放水了 够杂比较苦的模式 如果你看的 你再用不然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你细细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国民党政府保障 不太厉害 不太厉害了 我给你带你去的最大心 国民年金 轻松讲 终身保障不会少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 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 1950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关心你 唉 不知道现在规定等红灯 不能使用手机喔 唉 小心 专心开车 好啦好啦 不是叫你专心开车吗 像这样多危险啊 而且现在不管开车还是等红灯时 都不能使用手机跟电脑 我以后不敢了 开车不到低头足 手机电脑不使用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均造薪资所的免税 有关卡